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符号检定法 这边是题目是针对单一母体中位数的检定 现在我们介绍它的方法 我们要先了解这什么意思 这个字 这个字念 ETA ETA我们的话呢 就是指的就是中位数的意思 用取代中位数 那各位同学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都用这个字 这个字叫μ 这个是母数的情况之下 我们使用的这是平均数母体平均数 现在中位数我们用ETA来代表 那现在我们题目是怎么做呢 假设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想要知道说 这个这一批资料 它的中位数是不是ETA 那怎么做呢 我们先用这个DI 把你所有的观察值去扣掉它 去比较什么呢 比它大的叫做正 我们先不管它大还是小 只要比它大的就代表是正 比它小的就写负 然后这是一个一个间断型的 正负正负或者负正负正 不管它 但是如果说我们中位数是接近正确的 就是应该是正跟负两个之间差距不会太大 那么我们就用批植法 因为这个是符合的是什么呢 二将分配 二将分配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正就是负 那么我们会要把拿一个平手的 刚好是跟它一样的 我们称为tie 这个怎么样 要去掉 我们不要考虑这个 我们只考虑什么呢 有正负 好 那现在以这个 检定方法都用批植的方法 假设α是0.05 我们认为是什么 我们会认为这是二项分配 好 假设是这样子 二项分配 那我们的所算出来的这个几率 这个几率 都是离散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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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希望的是 如果说这个的几率 靠近中间几率很大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是靠近中间 所以我们接受 如果是很偏呢 很偏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小的意思 代表的是 那么我们就会否定我们的基本假设 那么我们做的是什么 这是双尾的做法 双尾的话呢 是这是左尾 这是右尾 那么几率是0.5 当然0.5 因为正负照理说是 应该会接近一半一半 我们取这两者之间的 较小的值 成两倍 这就是我们的批值 假设这是一个右尾的 右尾的一样 大于等于x 这都用常态分配 等一下我们拿一个立体 同学就知道了 这是左尾的 我们以这个左尾的方式的话来说 左边的那一样 小于等于x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做看 这个符号检定是怎么做的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是个应用题 有一家电子公司的话呢 想知道说 他的员工的薪资 他是本身是非常态的 中位数是不是三万块钱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所领的薪水 位于中位数的钱 我是属于中等 之前还是中下的 到底中后 于是他随机抽了 12个职员的薪资 那么我们希望的话呢 去看看是不是 这12个 那么我们现在想用符号检定来做 首先第一步 我们看看他是三万元 对不对 三万元 那么他比三万元要来的 大还小呢 小 这是呢 小 这个呢 三小 这个呢 大 这个是比三来的 大 大 这个也大 这也大 这个 相同对不对 相同不要 我们就看 我们只要的是大或者是小 这大 这个也是大 这个也是大 我们抽了12个职员以后 发现有一个两个三个 四五六七八 八个比较大 三个比较小 好 三四五五六七八 八个比他多 那么现在我们算算什么呢 比八来的大的 两倍 因为这两者之间的话来说 他比三要来的小的部分来说是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用大于等于八 大于等于八 那怎么算呢 八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是十一个里面 取八 然后二分之一的八次方 这是二项分配 还有二分之一的三次方 这固定这里都是十一次方 这边也是 十一取九 十一取十 十一取十一 这个几率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是有八个正 九个正 十个正 十一个正的意义 那么我们就算他的批值 这个算出来 二分之一就是零点五 二分之二 我们这样看好了 二的十次方是一零二四 那么二的十一次方就是二零四八 这边十一取八 我们要算一下 十一取八 同学会算吗 十一阶层 八阶层 三阶层 然后 十一要乘上十 乘上九 这边是三 八阶层以下都消掉了 这是三 二 一 三跟三 消掉 三跟九消 对消 这跟五对消 这是 一百六十五 那么我们依照这样的算一下 用计算机按比较快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零点 二 二 六 五 零点二二六五是批值 批值代表的是什么呢 它已经深入到了里面了 以一个二项分配的状况来说的话 批值已经往里面靠近了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我们结论 不显著 结论不显著的意思就是 证据没有办法能够提供我们的 就是足够的证据 证明说三万块钱不是中位数 所以结论的话呢 这是我们这样的最后的结果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 Scientist 就是所谓的符号检定 符号检定是不论大小 只要是比它大就是正 比它小就是负 那么这是专门来做为什么 检定母体的中位数 是否为某特定值 就像刚刚我们所介绍的那个例题 Scientist不只是说 检定中位数 它也可以拿来检定 两组母体的中位数 是不是一样 那么它的做法就是正负 个数 我们比正跟比负 如果说是正负 两个相近 那代表是中位数 我们会倾向于去接受 如果两者之间差异很大 我们就会倾向于去拒绝 那么重要的是 我们利用的什么技巧呢 二项分配的技巧 刚才我们的批值就是这样算的